今天教大家用一张纸折一片枫叶,折法也非常的简单。 快来一起折吧,正方形才指四个角对折。 折完翻过来,四个边再对折。 折完捏住两边推折成一个正方体,开口朝上,两边向中线对折。 翻到另一面一样折法。 把下面脚向上对折,折出折痕。 然后把两边打开,把里面撑开。 两边沿着折痕向里对折。 折完之后向上对折,另一边一样的折法。 把一边翻下来。 把右边脚的口袋撑开,这样向右上方斜折。 另一边和右边对称斜折。 把下面的脚沿中线剪开。 两边再向上斜折。 折完翻到反面。 把这个边向中线对折。 另一边一样。 然后再把这个口袋撑开,向下压平。 这边一样。 折完翻到正面。 最后把两边的脚斜着修剪一下就可以了。 是不是很简单? 你学会了吗? 快来动手折一个吧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